橫勾直畫起筆橫的運行 抬起來按下去起筆一個動作 然後往內收尖 橫畫起筆移動過去 抬起來按下去往內送出變尖 十 起筆折下來縮筆一個中間點竖點 這個其實左點也像中間點 橫畫右邊比較長折一下往內走 然後撇拉得很長 在這個筆畫裡我們習慣把那個筆畫拉得很長 在書畫裡面經常如此 但是事實上長也長不過這個長橫 還有一個長橫更長 好 那下面是一個背直畫 然後右邊的換個方向 折一下 通常這邊筆畫比較長 然後裡面的筆畫可能細一點 免得太急 筆畫好多 起筆撇點好 收好 十 那我們從側面再試一次 十 中間點 左點 然後橫畫的話 右邊比較長 左邊比較短 橫折的時候往內 這個下面筆畫很長 注意這個間隔距離可能寫扁一點 好 不然筆畫太多擠不去 最長的是這個筆畫 好 把它伸到最長 左邊最長 十 左邊一個左點小小的 小小的撇 直直的撇 短短的點 左點 左點小小的塞的縫縫 這個比較大一點 粗到細 右邊的比較大 這個活啊 右邊的比較大 左邊比較小 然後左邊的一束 橫畫 折一下 偏進來 好 往內 往內是因為要寫中間這個力 張開 要勾的話要換方向 到這裡做好這個角度 勾起來 再撇 勾 側面來看哦 再試一次 勾比的話比較多 勾跟石都不好寫 左邊 撇 那中間的間隔距離 可能要抓緊 這是直撇 不要一開始就歪了 左點不太大 右撇 哇 比較大 左邊的活感覺比較大 因為我們字通常會有點 往右上角寫 通常左邊的筆畫會比較長 比較大一點 好 把字給壓下來 好 橫畫 記得 當你換方向的時候要往內 換方向往內 往內是為了寫中間的筆畫 一般同學們都是往下是錯的 好 這個角度漸漸的做好以後勾起來 再寫 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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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